他被冬虫下草控制着 他是唯一拥有五倍弱点的宝可梦家族 他也曾是唯一拥有三个四倍弱点的宝可梦家族 阿范欢迎大家来到下范宝可梦 派拉斯日语Paras 英语Paras 是第一世代登场的虫系和草系蘑菇宝可梦 身高0.3米 体重5.4千克 体型为虫形 性别雌雄比例约为1比1 派拉斯生活在潮湿森林里 经常盘踞在树木根部 身上背着左右两个粉色小蘑菇 但不要被他的其貌不养所骗 这两个粉色小蘑菇寄宿在下方的虫体上 大部分营养都会被背上的蘑菇抢走 蘑菇会吸取养分后 会和派拉斯一起长大 两个小蘑菇同时也是一味名贵的草药 晒干磨成粉后服用能延年益寿 这波操作是不是听起来很眼熟 没错 蘑菇名叫东虫下草 不是我瞎编的 闪光派拉斯的两个粉红小蘑菇颜色变深 下半部的虫体变珠红色 远看像是煮熟了 派拉斯从外表上来看 大致可以猜出 属于天赋点在了物攻和双方上 其突出的物攻 在只能进化一次的平民宝可梦中 算是可圈可点 所以光从种族值上看没太多可聊的点 特性为包子或干燥皮肤 隐藏特性为湿气 湿气能让自爆炸弹变哑弹 但在实战中出现几率不多 所以基本不实用 我每次斗地主之前 还是会膜拜一下这个小蘑菇虫的 自身属性为草系加虫系 对个斗系 电系招式伤害减半 对地面系 草系招式伤害减四分之三 有干燥皮肤加持下免疫水系招式 但是被毒系 岩石系 虫系 冰系招式双倍克制 被飞行器 火系招式四倍克制 在干燥皮肤加持下 被火系招式五倍克制 简直太酸爽了 代表招式为连斩 蘑菇包子 吸血 在无印动画第43画中 小芝一行人来到了松枣镇 并且在清美的中药店采购药品 清美希望 派拉斯能够早日进化为派拉斯特 为他提供可以入药的蘑菇 这样他就可以制作 能够提升宝可梦能力的药品 于是 清美拜托小芝给派拉斯训练 帮其进化 但是派拉斯不仅若鸡还很胆小 战斗开始后 皮卡丘很轻松地躲过了派拉斯的麻痹粉 接着 皮卡丘挤用史福特轻松击倒派拉斯 随后 小芝派出了属性被克制的杰尼龟 但就是吐口水的威力 派拉斯也受不了 最后 小芝派出了不听话的火恐龙全力攻击 结果把人家吓跑了 之后 喵喵找到了派拉斯 一起给派拉斯做特训 喵喵故意让阿博怪 双弹瓦斯和自己输给派拉斯 这让派拉斯得到了经验以及自信 后来 小芝一行人找到了派拉斯 派拉斯主动挑战了皮卡丘 皮卡丘故意输给了派拉斯后 小芝再次派上了火恐龙 虽然 火恐龙仍然不听指挥的权力攻击 但是派拉斯无意间攻击了火恐龙的肚子 将火恐龙打晕 紧接着 派拉斯进化了 重新站起来的火恐龙仍想打 但是被派拉斯特的蘑菇包子催眠 当派拉斯24级时就会迎来一次进化 它可能是一句行尸走肉 它曾经是唯一会用的蘑菇包子的 它是维二在图鉴中提到中国的宝可梦 派拉斯特日语 是第一世代登场的虫系和草系蘑菇宝可梦 身高一米 体重29.5千克 体型为虫形 性别雌雄比例约为1比1 派拉斯特喜欢黑暗潮湿的地方 如果说派拉斯还尚存一丝的虫体意识 那派拉斯特则是一具行尸走肉 虫体本身的营养精华 全部被背上的大蘑菇吸走 看着那双毫无生机的双眼 说明底下的虫体已经挂了 如果你把它的大蘑菇拔下来 那派拉斯特算是废了 所以大蘑菇才是真身 图鉴上说派拉斯特会贴在大树根上吸取养分 吸到大树挂了就会找下一棵树 还经常和灯罩叶菇争抢地盘 这TMD就一祸害 不过大蘑菇还是挺有要用价值的 闪光派拉斯特跟进化前相似 背上的大蘑菇由粉红色变成橘红色 下面的虫体部分变金黄色 这就是镀金的效果吧 俗话说属性不理想 种族直来原厂 派拉斯特的种族直搭配也并不差 耐久三维其实算是重规重矩 达到了合格的标准 速度咱就不提了 而物攻达到95有时候 也有一定的收割能力 作为种族直总和405的宝可梦 这样的种族直分配其实已经不错了 特性和隐藏特性都没变 特性包子咱们就免谈了 所以核心特性就是干燥皮肤了 虽然变成了被火系5倍克制 但反正已经是4倍弱火了 都是被火系一招秒杀 所以没差 相较的干燥皮肤带来的水系免疫 就非常好用 可以让派拉斯特直接无视水系招式 自身属性还是跟进化前一样 这里就不赘述了 崇家草属性一看就令人十分堪忧 本身有着高达6倍弱火 而且还4倍弱飞行和4倍弱火 非常致命 但是崇家草属性有着4倍弱地 以及2倍弱电的抗性 这意味着派拉斯特是可以抵御地震 和福特替换上场联防的 代表招式为 愤怒粉 十字简 终极吸取 喜好不同 以你为准 派拉斯特在动画中的主要出场实在太少 大多是以配角或者路人甲的情况登场 除了在无印动画第43画中剧情伪生处亮了相 派拉斯特镜头比较多的 还出现在动画242画中 小只异性人在森林中遇见了魔法师小狸 小狸想要借用皮卡丘的十万福特时线 能了解宝可梦心情的魔法 小只异性人决定帮助小狸搜集魔法所需的素材 其中一项便是派拉斯特的麻痹粉 异性人在丛林中遇见了一只野生派拉斯特 是也主动请鹰命令皮神小小刺激一下派拉斯特 结果派拉斯特第一回合却使用了催眠粉 还好被小狸的黑暗压山翅膀吹散 经过皮神第二回合的奠基 派拉斯特终于出招麻痹粉 小狸简装赶紧用吸尘器把麻痹粉全部收集起来 完成了一次材料收集 派拉斯家族成员的名字 几来源跟寄生物有关 派拉斯的中文英文名来自日文音译 而日文名则是来自Parasite寄生物 派拉斯特的中文英文名和进化前一样来自日文音译 而日文名则是来自Parasite寄生物和Insect昆虫 那为啥不直接叫寄生虫呢 阿范还是比较喜欢小时候看港版动画的艺民 蘑菇虫和巨孤虫既形象又合理 派拉斯的设计理念是感染了寄生蝉花 但尚未死亡的蝉的弱虫 而造型来自蘑菇和冬虫下草 虽然背上的蘑菇才是宿主 但是在无印动画第六画中 派拉斯把背上的蘑菇摘下来了插在地上 原来它是可以自主摆脱宿主的呀 虽然派拉斯特有都市传说 但在阿范看起来不太能算是那种规模如深的都市传说 蘑菇取代重体的设定在初代就已经存在 历代官方图鉴就已经直接了当的 说明了派拉斯特重体已经死去的事实 纵使派拉斯特家族是初代元老 但放眼全宝可梦 他们的存在感很低 甚至目前连地区形态或再次进化都没有 有够为为的 结合其设定 阿范觉得派拉斯特如果进化 应该会加入幽灵属性 大家又会有什么其他想法呢 留言或弹幕告诉我吧 屏幕前的各位喜欢阿范今天介绍的宝可梦吗 希望大家可以留言告诉阿范 分享你对这个宝可梦的看法 或者补充视频中没提到的内容 干视频不易 点赞留言一锅端 转发订阅无限干 感谢大家赏脸 那这期节目就到此 下期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权 advertisement 启愿者 权 leaves